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以空灵 纯美 高昂 轻量的嗓音以及针战的颤弓 获得了导师的盛赞和观众的喜爱 从此开启了他的鲜花和掌声其拥有的歌手之路 近日来 周深一直活跃在歌坛的第一线 为观众输送了许多非常好听的歌曲 在这么多优美的歌曲当中 有一部分是周深和其他歌手合唱完成的 股当中你最喜欢哪一首歌呢 或者说一说你最喜欢周深和其他歌手合唱的哪一首歌曲 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一 周深 李克勤合唱 乐扮小乐曲 2019年的10月份 周深交盟东方卫视 进演综艺《中国梦之声我们的歌》 他在第一期当中盲旋演唱了《Monster》 随后与李克勤合唱了《追》并且搭档成功 而这首和李克勤合唱的《月扮小乐曲》 则是他们在第二期当中演唱的歌曲 李克勤率先用他深沉浑后的男生的嗓音 演唱了这首歌曲的第一段 随后周深接近来开始演唱了第二段 在周深演唱主旋律的时候 李克勤时不时和他进行合音 待歌曲进行到副歌高潮部分的时候 两个人的合音时而高耀时而婉转 如如梦幻般的《天籁之音》 真的太好听 太优美了 个人觉得他们俩演唱这首歌曲 完全可以开启到单曲循环的模式 而所以周深和李克勤演唱之间的配合 越来越默契 他们在《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中 也唱得越来越好了 最后一起合作了《我们的歌》第一季的冠军 2.周深新裤子乐队合唱 《不会拜拜的disco》 2020年周深参加了湖南卫视音乐竞技节目 歌手荡打之年 在第二期也就是节目的决赛夜的时候 周深和新裤子乐队合唱了这首《不会拜拜的disco》 新裤子乐队是去年参加乐队的夏天 第一季后走红的第一支摇滚乐队 这次他们作为周深的帮唱嘉宾前来度认 在这首歌当中 周深颠覆了平时那种深情歌唱的柔情一面 和新裤子乐队的主唱彭磊一起嗨翻了全场 两个人甚至还现场跳起了一段尬舞 实在是出乎不少观众的意料 歌曲的前半部分在相对于自由的节奏当中 周深和彭磊均分别用了比较慵懒的歌感觉来演绎 随后节奏开始律动和跳动起来 而周深和彭磊也进入到了合音演唱的阶段 这首歌曲表演下来激情四射动感十足 周深和新裤子乐队这两组截然不同的演唱风格的碰撞和合作 真的擦出了新的火花 让大家看到了一个超燃超炸的身身 3.周深萨林领合唱左手指乐 在今年的10月1号晚2020年中央广播电视台总台中秋晚会 面向全球华人欠场直播 在场晚会当中周深和萨林领合作一起签唱了萨林领的歌曲代表作 左手指乐 许多观众听完他们两个人的合唱之后 都说被他们俩给征服了 左手指乐这首歌曲的印象本身就非常的美 而周深和萨林领那种抠灵的 嘹亮的高黄幽远的声音 再配合现场的舞美灯光效果以及烟花设计 整首歌曲表演的美轮美化 让人有一种词曲只迎天上游的感觉 因此他们两个的这个演唱版本 被不少的网友们评价为神仙合唱或者是神仙歌曲 四周深木马乐队合唱 他是暗淡星 说真的这也没有感觉到周深和一帮的乐队们还能够走得那么近 看来这一次他和木马乐队的合唱之后才发现 原来周深也一直有一颗摇滚和叛逆的心呢 这首歌是今年乐队的夏天第二季决赛之夜的一个祝季演唱节目 虽然淡网木马乐队最终未能够进入到乐队的TOT5 但是木马乐队和周深和上这首歌曲 却在第二天把他们一起送上了热搜榜 可见他们和上这首歌曲是夺门的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 周深和木马乐队的主唱谢强两个的身形和风格截然不同 一个高昂优远一个是深沉阳刚 但这两种风格的结合却能够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美感 周深的加入给这首原本摇滚的歌曲带来了一层鼓点音乐的质感和色彩 配合着这首相对于歌特式的摇滚歌曲一高一低 高昂又不失深沉 身形款款却摇滚味十足 两个人配合默契却碰撞出了神奇的演出效果 歌人非常喜欢他们俩演唱的这个版本 五周深腾格尔合唱大鱼的天堂 就在上一周刚刚结束的抖音美好奇妙夜2020周深和腾格尔老师合作 共同演绎了这首大鱼的天堂 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的这话 这是一首将周深的大鱼和腾格尔的天堂经过混编后缅和在一起的歌曲 周深扣令的嗓音搭配腾格尔粗犷的音色 堪称是鬼马精灵组合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却给人视觉和听觉上的双重享受 两个人分开唱的时候一个是柔美一个是力量 但是当两个人的射线缅合在一起的时候 却给人一种神奇的冲击力和画面感 在优美和谐的合音当中 你的歌中有我我的歌中有你 仿佛在腾格尔老师沧桑厚重的声音里 身长着宛如收身天类般的歌声的浩瀚 平静且温序的辽阔大海 不得不说所谓的美好奇妙夜 这首大鱼的天堂就淋漓尽致地诠释了它的内涵和精髓了 以上五首周深和其他歌手和尚的歌曲 是小编认为最有感觉是最好听的合唱歌曲HOT V 但周深近年来和其他歌手和尚的歌曲还有不少 几乎每一首都是精品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的话 那么或者有喜欢其他的周深和歌手和尚的歌曲 不妨说出来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此外周深真的是一位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歌手 个头不高但是却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内纯景扣连的歌声真的是迷倒了一大批的观众 除了唱歌好听以外周深也是个宝藏男孩 上了综艺节目之后频频爆梗 受到了网友们的喜爱 各大综艺节目也喜欢邀请这位有实力有人气 还会表现得阳光的男孩 周深在最近已经录制了新一期的快乐大本营 而这期节目也将会在10月7号晚和大家正式见面 相信有周深的地方一定不会无聊 更何况快乐家族每个人都十分友善 觉得会给周深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 也许我们又能够听到周深唱歌了 真的是特别期待哦 因为在上一次周深来到快乐大本营的舞台的时候 就演唱了两首经典歌曲 一首盲重一首是左手指约 让观众朋友们听得是如痴如醉的 这次他又会给观众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从预告来看的话至少有一首张会妹的如果你也听说哦 另外周深在参与到游戏环境的时候也毫不马虎 既有着满满的综艺感会制造笑点 也会全力的配合队友参加游戏 不会有一丝的松懈 想到这些就让粉丝们激动不已了 为了表达他们对周深的欢迎 在场外的粉丝们也给周深准备的是豪华应援 那就是在《长沙世界之窗》的摩提笼上面 印上了粉丝们对周深的祝福 另外还有媒体爆料 周深也参与了10月30号的一千零一夜的晚会 他的合作嘉宾是钢琴家朗朗 看来这已经是乍翻观众耳朵的视听盛宴了吧 大家搬好小凳子准备好吧 说话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